然后呢 我在戏里扮演属于那种 一个桥梁人物吧 然后在朋友和兄弟面前 就非常搞笑 搞怪的一个人 然后但是呢 就是在心爱的女孩面前 就非常的装 非常的gentleman 然后当朋友会有矛盾呢 和他们失恋的时候 我也会第一时间跳出来 都他们开心 然后呢 我是那种比较内心善良 但是表面是那种 顽固子弟 花花公子那种类型的 然后呢 当某一天遇到自己 心爱的女孩的时候 就变成那种 珍惜朋友和有钱的这样一个 他在剧中喜欢谁 喜欢很多人 对 但是除了我以外 其实对你一见钟情才是 但是你又不喜欢我 有呗 是吗 你们是思想改了剧本吗 是我想这么严的 看来大家已经听清了 在剧中当中 这四个人 还是属于截然不同的性格 嗯 其实如果把他们都放在生活中来讲 嗯 就比较喜欢 就是要欣赏哪一个 对对对 那个小冬又暗示我了 小冬又暗示我了 小冬又暗示我了 小冬又要逼我说他 对 那好吧 我认为他最帅 对 多么的不走心 对 我们每一次上不同的通告 然后 那个那位小冬同志都会勉强 就这位女士 说他是最帅的 然后 我一般都会用 用食指的捅啊 或者用嗓子 这样 我用眼神去杀他这样 对 我每次都背他迷死这样子 就说 我认为最帅 就是朱子肖 那你要这样讲 他们其他三位都不会选他 不会 因为他们只要是说的是假话 拜托 你说一次真的 你真的 你先不选他 他也是最帅 你想第二帅 正常你不要像热势力低头 热势力低头 我觉得他们四个 就是说各有 各都帅 就是帅法不一样 就在局中局外 都是那样子 但是女孩子 肯定都不一样 我觉得想法会比较体特一点 你怕得罪他们 就是说的第二帅 你觉得是谁 好难为我 没关系啊 第一帅也都跟你讲出来 第二帅他们有什么可争的 第二帅啊 那大家 那张汉吧 对吧 男一号张汉 对 刚开始我叫张汉 就觉得很帅 而且张汉 他你看他是 不笑的属于一个样子 一笑 我就认为很帅 我都想他笑的 对 你笑都觉得好开朗 笑得很开心 对吧 对 好了 我们刚刚呢